初代的教父安波罗修 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 讲到这个外邦的生命 他也说良心丧尽 为什么呢 良心丧尽源于对未来生命的无知 他的意思就说 伦理道德的根基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 一个为现在而活的人 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道德的人 一个为现在而活的人 就是没有天良的人 因为真正的道德的根基 是将来 所以他说良心丧尽的原因 源于对未来生命的无知 以为人活着只有这八十年 而没有未来 没有将来的永远 就是一切败坏 污秽和堕落的源头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呢 我们不是信耶稣和那死而复活的将来永远的生命 所以什么是不信的人 安波罗修说 那不信的人 他们宣称那将来的生命是可笑的 所以他们假装自己有堕落的权利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已经信了耶稣 但有的时候还是这样 我觉得我有一次 我有这样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就是说主啊 你给我放一下架吧 接下来这五分钟 你又当我不存在 或者说我就当你不存在 我就当我还没有信你 你给我十分钟 我贪恋一下罪终之乐 我假装你不在 我假装我有堕落的权利 我假装现在可以看不见你 或假装你好不好 这五分钟你也不要看见我 五分钟我回来我保证 五分钟就回来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有过吗 有过 有些人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 我们都会有的 今天让我们看到 在这种非此即彼当中 我要说 今天的中国的政府掌权者 再一次的向着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宣战 我们的掌权者 正在中国发起一场宗教战争 这是单方面的宗教战争 因为他有刀剑我们没有 他用刀剑来发动这场战争 而我们用什么来抵抗呢 我们唯有信心来抵抗 我们唯有用上帝的恩典来抵抗 我们只能用上帝的话语来抵抗 我们不用身体抵抗 我们不用刀剑离抗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出于狂热而愚昧的一种自信 是出于对教会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惧怕 忌惮 忌惮 或者仇恨 还是出于要把教会当作像西方 特别像美国来讨价还价的人资和筹码 我真的不知道 但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最终的原因我知道 是出于良心丧尽 是出于道德的误会 出于罪人的骄傲 是出于对未来生命的无知 是出于对那一位死而复活的救主的不幸 阿们 教会与世界注定是冲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与世界必定是对立的 教会与世界的冲突 本质上就是旧人与新人的冲突 除非新人不够新 因为旧人肯定旧 对吧 旧人都旧了几千年了 圣经里面说人的恶是越久越恶 所以那方面没有问题 问题是出在我们这方面 如果没有冲突 就是因为新人不够新 如果你不够新 你和世界之间就没有冲突 如果你真信基督 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而且是首先复活 他首先 我们然后 那你就与这个世界 一定处于灵性上的对立面 所以保罗说 不但如此 反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也都要怎么样 记得这句话吗 反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 敬前度日的人也都要怎么样 也都要有奖金吗 也都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吗 也都要受逼迫 这是上帝给一切 敬前度日的人的应许 预言 敬前度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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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行 kalau 判写人 要悔 这段 Run 要基督 跟 第 zum 尤行